祖父,妹妹,对不起,我把人跟丢了,发生什么事情,你被发现了吗,我没被发现,他虽然骑马,但速度不快,我跟上完全没有问题,但是,跟到城门口的时候,忽然冲出一群人,把我彻底隔开了,等人群过去,我立刻冲出城门时,天全已经没了影子了,如果那群人冲出来的时候,我直接冲过去就好了,被人群阻断了。 谢老将军老摩微眯了一瞬,沉声道,这不是意外,是有人刻意而为,有人不想让我们跟踪到天全,这样的话,你把人跟丢了,也许不是一件坏事。 姚儿,你说此事跟花池有关吗? 花池? 妹妹,这是怎么回事? 哥哥不必担心,我们离开的时候遇到了花池。 离卜说,花池身边有几个家丁打扮的侍卫,可能是想阻拦我们,但是并未动手,后来我们离开,身后有人跟踪,但已经被甩掉了。 花池派人跟踪你们? 哦,老奴以为,跟踪我们的人,未必是花公子的人。 莫黎,你这么说可有依据。 老奴没有依据,只是胡乱猜测。 说一说你的猜测。 哦,老奴跟花公子打过几次交道,也见过几次花公子的人,包括之前跟在花公子身后的那些,都是一样,看上去就知道是训练有素,而且规矩森严的人。 虽然身上都带着很淡的杀气,但也只是杀气,而且不是针对我们的,但是跟在马车后面那些人,给人一种很暗沉的感觉。 身上除了杀气之外,阴杀气更重,而且,他们的目标很明显就是我们。 杀气和杀气,全都极具针对性。 所以老奴猜测,花公子至少目前为止,对我们没有杀机。 所以老奴斗胆猜测,跟在马车后面的人,不是花公子的人。 嗯,黎伯分析的有道理,我看见了跟踪我们的人,的确身上的阴煞之气很重。 如果不是花池,那又是谁呢? 跟踪你们的人会不会跟拦住我的人,是同一批人? 我会让暗卫查清此事。 既然如此,我们就先回去吧。 回去? 田泉远赴边疆,身边将领士兵众多,恐怕是没有下手的机会。 想要从他口中问出消息,东奥国京城仍旧是最佳的位置,他还会回来。 至于那个幕后之人,让我们这一次的成功功亏一亏,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。 对方不再出手还好,如果再出手,我一定要看一看对方究竟是何方神圣。